好 那我們要製作表情動畫前呢 首先有幾個東西要確定 第一個 頭跟身體要拆掉 好 因為 臉部會加一個skin 全身會有一個skin的結構 就是我們上次有提到 最終模型是 再用頭去attach身體 那這個取下來的範圍 是有關係的齁 就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取的範圍要夠 因為這個下巴的骨架在動的時候 嘴巴張開的時候 這邊我們會需要做 會動 這裡會動 那這邊會動就會造成 你看你有多少範圍必須抓到 好 就是多少範圍必須抓到 那最終上skin的時候 當然這邊會再重新賦予到 嗯 白片的上電 或者事實上是現在直接白片的已經放進來 只是 不吃其他的部分而已 好 那我取到這個 再加一圈好了 好 然後把這個部分 detach下來 好 那這是身體 好 那就可以只留下頭其他隱藏 好 那就只要留這個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開始製作 那第一個呢 這個嘴巴還沒有開 所以我要把嘴巴的部分做處理 好 然後就選嘴唇的 縫這個地方呢 做一次 Split 好 就是切段的意思 那這樣以後就可以改成 那這樣以後就可以改成 就對這一面做處理好 那就可以分出這個區域的結構 好 切到中心 Local 稍微調一下 我只是要調一下角度 好 蛤 蛤 畫 好 那我就只有 那這樣的話先單純弄開一點點就好 然後把這邊的 人工手動調一下 好 好 大概簡單的 手調一下這樣可以了 好 然後呢嘴唇的那一側 好 現在嘴巴張開裡面是沒東西 是個洞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嘴巴內側的話 就直接用這個 這個boulder 就向內拉 好 直接就向內拉 好 直接就向內拉 然後可以調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好 那 不過這個操作在 就是做到這邊你就會很辛苦 因為 嗯 這邊它是在內側 不容易操作 嘴唇內側有點向下 如果從側面看的話 如果從側面看的話就這樣 進來有一個朝上一個朝下 沒有選錯 朝上 好 那這邊朝下 好 那然後再繼續 做延伸 那這個不需要很很 呃 後面 大概 好 只要有進來的範圍就可以 那最後的地方 就直接 你要整理也可以 不過我這邊簡單一點 就把它clops 這樣就行了 好 就嘴巴裡面有一圈 有一顆 東西 那 好 就會看到 好 你以後嘴巴張開的時候 就不會有 一個 嗯 就是看到透控的結構 所以 我們只要處理到 嗯 這個狀態 好 那 骨架到時候 等一下要擺 用骨架擺的方式呢 基本上 1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跟臉部的骨架 頭 脖子跟下巴 好 所以大約 10 20根 19到20根 基本骨架 這是只能做到最基本的表情 表現用的 好 那如果你還要再增加 就要再 嗯 做得更細 比如說你那個 抬頭紋 或者是皺眉的紋路 那就還可以追加骨架 但我們現在不做到那麼多 我們以基本形式為主